螳螂捕蝉,黃雀在後 在這邊工作一個多小時 竟然沒有看到這隻螳螂 我們把它放大背樹來看 雖然這個風吹得這個葉子迎風搖曳 但是這一隻螳螂不為所動 而且大家可以看出 它的這個肢體的形狀 跟這個酪梨的這個葉片 幾乎融合的天衣無縫 真的是令人嘆為觀止 風現在很大了 它竟然都不為所動 剛剛在這邊工作一個多小時 都沒有發現這一隻螳螂 真可謂是螳螂捕蝉,黃雀在後 真的是這個大自然真的是美妙 而且它應該是有聽到我在講話 它不敢動 好,我現在再把背樹再放大看一下 風現在吹得蠻厲害的 我再放大一下 它這個保護色 跟這個酪梨的葉子幾乎都融合在一起 真的是令人嘆為觀止 令人嘆為觀止 哎呀 好,那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了 好,再看一次放大的背樹 搭配這個酪梨的葉子 再看一次 好,再把它降下來 不打擾它了 不打擾它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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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